今天科学技术有能力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而且人还天天在干 为什么会有众多灾难 人为的不是自然灾害 《大臣经》里面佛告诉我们 贪婪赶来的水灾 晨慧赶得的是火灾 火山爆发 地球温度上升 晨慧心中 愚痴赶来的风灾 天气气候不正常 像沙漠里面的沙尘堡 阴脉的天气 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视力 大概只有一二十公尺 这么严重的鹦鹉 都是愚痴赶得来的 傲慢 感到的是地震 怀疑 最可怕了 感到的灾难特别多 严重的包括山崩地震 山会倒下来 地会突然陷下去 怀疑 那么现在社会 哪一个人没有贪嗔之慢意 贪嗔之慢意 带给自己 是病毒 应对的是无脏 带给我们居住的环境 就是这些灾难 佛经上告诉我们 如何化解 我们很难相信 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 化解的方法 居然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的 科学家教给我们 化解这个灾难 现在说自然灾害 其实是人念头之所感的 自然是健康的 自然是美好的 自然绝对不会有灾难 也就是自然环境被我们破坏了 被我们不善的念头破坏了 就是贪嗔之慢意 特别注重怀疑 人丧失了自信心 带给自己 是五脏六腑的病毒 带给我们居住环境 就是这些灾难 科学家教到我们 气无阳山 第二个是教我们 该邪归正 这是美国 布莱登博士说的 第三个 断正心念 我们能把这三条做到 就能化解我们身体内部的病毒 对外能够化解这个地球的灾难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气无阳山 盖邪归正 断正心念 他讲的很简单 三句话 就把问题给解答了 我这些人 对外来 感谢观看